眼前这个女孩 在三个小时之前 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类 由于丽娜刚刚怀有身孕 男友罗不凡就想让她待在家里 晚上尽量少出门 然而丽娜偏偏不听 她精心打扮着自己 在不停的对比下 她穿上了一套自己满意的衣服 随后她像往常一样前往了夜店 准备释放一下自己心中的压抑 然而就在丽娜跳的正经性时 地面上突然裂开了一道口子 随后在人群的中央 凭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球体 丽娜好奇地走进查看 结果发现球体里有个东西一直在动 离得最近的男人刚要伸手去碰 结果球体里突然钻出了一只虫怪 只是就在一眨眼的功夫 那虫怪就不见了 直到丽娜身后传来了嘶吼的声音 巨大的虫怪出现 丽娜还没来得及逃跑 就被虫怪的触手缠住了身体 本以为虫怪会将丽娜吃掉 可是不久后 丽娜却在虫怪的身体里获得了重生 她得到了进化 拥有了超越常人的力量 但是她的意识被虫怪的母体控制 成为了虫族的傀儡 由于丽娜怀有罗布凡的孩子 她能远程侵蚀罗布凡的意识 就在罗布凡快要被丽娜掌控时 金善雅带着反抗军及时赶到 他们将罗布凡带回了基地 并为其注射了干扰素 才让罗布凡慢慢恢复了清醒 与此同时魏博士在罗布凡的体内 发现了虫族的毒液 但是有所不同的是 罗布凡的血液特殊 毒液不但没有将她杀死 反而让她得到了进化 也许这就是虫族选择丽娜的原因 由于找到丽娜就能找到虫族母体 罗布凡和反抗军达成了共识 她利用与丽娜的心灵感应 找到了虫族的栖息地 金善雅带着反抗军消灭虫族 罗布凡则找到了丽娜准备将其唤醒 跟我走 我们的孩子 将会成为这个星球新的同名 随后丽娜开始了变身 她在一瞬间长出了六条夺命腿 本以为一场硬仗即将来临 结果几个回合下来 罗布凡一拳就将其搞定 并将丽娜带回了基地 准备让魏博士为其治疗 魏博士以为活捉了丽娜 就能研究出对付虫族母体的药剂 可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丽娜的诡计 目的就是找到反抗军的基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